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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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们来看对SDN的三类需求 第一类需求是,我们可以以任何的方式来构建网络 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需要,任何时候来定义一个新的程度 定义一个新的类型,然后构造一个新的架构 这也是我们斯坦福大学最开始定义SDN的一个理想方式 第二种需求,实际上是网络的软件自动化的需求 原来网络的中间走到一个地方断掉 通过迷离航配置也好,通过网管配置也好 它始终和最上面的软件企图难以结合起来 所以现在SDN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这个体系接起来 通过完全软件自动化的,已经有IT的方式,把它全部的接起来 第三种需求呢,就是网络的优化需求 原来网络的话,就是做的效率不高 我们可以以这种,这种新的软件定义的方式 把它做得更加异于这个运为 也更加就是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效率 那么当我们把这种,就是三种这个 就是网络的类型和三种的这个需求 进行愉快分析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有原来很多很多困惑的一些问题呢 就可以得到一些一些解释吧 首先就是说,我们的目标的这个网络 它是这个Anyone 那么这个Anyone的话 它是这个易于创新,易于修订 对策略也非常灵活,易于互通 但是这个Anyone它也带来了很多这个压力 这个第一个是实现方式的这个不成熟 还有这个性能 从设计的角度的话,就是大家会看到 它这个性能和功耗的这种冲突 还有这个产力面的这个不是很成熟 还有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 很大很大规模的这种技术网络 它这个就是不能直接用起来 就是,那么下面这个表里面 就列了这个相关的一个接触性 就是,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就是把这个三种网络和这个三种需求 把它放到一块去 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比如说 这个 几个网络和这个几个需求的一个共同点 就在我们中间的 中间这一块的地方 就是,对网络的这种优化的这个需求 以及网络的这个 软件自动化的这个需求 那么这个在 在无论哪一种模式里面 Anyone也好,P网也好,O网也好 都是共同的需求 那么基于这样的共同的需求呢 就是,第一步要实现这个 一个控制器和这个软件的这个 这个系统 这个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 呃,大家这个行业的这个多个开源的系统 以及我们这个自己的软件呢 首先把这个作为这个第一步的这个工作 那么第二个工作呢 就是对这个 就是anyone的这样的这个 这个目标呢 这个是我们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 就是终极的未来的目标 但是在这个 这个目标还不能实现的时候 我们要做一个事情 就是说 就是 根据余有的这个技术 我们怎么来把这个 就是 SN的这个最重要的相关的这个 这个网络给它建立起 那么第三步呢 就是说 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呢 就是 把这个三整这个 这个结合起来 就是把这个P网 和这个anyone结合起来 然后把这个P网和这个 就是O网都结合起来 就是 SN化概念的这个几个进程 那么我们看一下就是 我们现在的这个 就是实际的网络 实际的网络里面就是 在我们传统的技术网络里面 它实际上是包含了这个两层 一层是这个就是 OTN的这个层次 在我们最下面 它能够提供很大的外宽 那么上面的一层的话 是这个IP的这个层次 这包括了 从这个骨干到核心到这个Metron 那么这个还有就是 这个前些年呢就是发展起来的这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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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现在 现在的话就是 由于这个银居算和这个 DC的这个发展 那么这一块 DC的这个网络呢 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那么 其实那个 前面的就是 各位专家呢 也提了这个模型就是 在这个 将来的这个这个 这个云里面呢 就是 在原区 原区网关里面 它承担更多更多业务的事情 那么 从这个边界的云到这个核心的云 都会这个 产生这个 未来的这个 大量的业务处理的 这个位置 那么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 就是实验网 实验网呢 就是 始终是作为这种 any的这种需求的话 就是这种 这种 中极的目标呢 就是 是大家一直去努力去做的工作 那么 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 对于这个实验网 就是几个网络吧 实验网的这个 SDN化 那么 呃 在这个 在转发的这个 这个层次的话 现在基于这种 流的转发的 流的转发的芯片 这个 在这个之前 没有做 这个芯片没有出来之前的话 大家是可以 直接基于CPU来做 基于多核的处理器来弄 然后 现在的话 也看到一些基于流的转发芯片 能够出来的 同时呢 这个空气呢 就是一个流表空气的器 那么 那么 怎么 讲到这个 就是说 更 最重要的这个 新兴的这个 DC原区网的这个SDN化的话 就是 实际上 这里面呢 就是他可以理解这个 因为这个 就是传统的网络 它的发展的速度 跟不上这种 业务需求的速度 所以的话 就是这个 使这个 overlay的这种方式呢 就是能够 比较好的 好地来实现 实现它的那种需求 那么 overlay的这种方式呢 因为它是用这个 驱基来实现这个 SDN的这个 转发的这个处理 所以可以理解成是一个 安定网的这个工作 那么 这个控制器的话 对这个 这个区域呢 就是进行相关的这个 这个管理也是 这个非常顺理成章的 而且 也经过这 这两年的这个 实验和实验的话 也是做的 做的是相对比较成功的 那么在这个 就是在区域的技术上呢 就是我们在物理的 思维器上面 实际上也做了一些发展 使得和这个区域的 相应的工作 能够对应起 那么在物理的这个 TOR和UR上面 就是 那个通过 也通过 也通过 open flow的方式的这个 控制器 来控制这个 就是 overlay的微插打 或者是通过这个 这个 open flow的方式 来控制这个 二层和三层的表 就使得我们这样 在这个 DC的这个环境里面 迅速形成一个 就是 可用的一个整体方案 所以也是这个 就是 前面那个 段所上也 也说了 就是说 这边的发展 就是DC这边发展的很快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这个 IoC成立网 这个里面就是 我们发现 这个里面的很多 关键词它是不一样的 就是 它的关键词 这个是二层 二层和三层密 还有层次化 能量调优等等 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看到 就是说 这个 为了考虑这个 网络的这个引进 同时呢 就是说 前些年的这个 就是IP的 IP和NPS的这种沉淀 使得 使得这个网络 它的这个 大部分的这个需求 就是 在成立的这种需求 它已经得到了这个满足 而且 将来的这种 再宽的这种发展 由于 这个 从这个 40G 100G 到400G 将来的这个 它是有很 很长的路径 可以去可以去走 所以 如果能把这个 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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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这种方式 这种 的方式呢 将是这个业界所希望看到的 而且是 就是真正有这个生命力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网络的 我们看到它的这个 就是 作为这个 呃 呃 管理的这种核心呢 就变了 管理的核心 变成了这个 这个隧道 变成还有就是 三个四千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看到就是 对这个 在这样的一个网络里面 就是 二层 比如这个对尾千的 计算生成 拼接维护 这个是它 控制器做的工作 对于三层 VPN的话 就是还有两种 一种就是这个 所谓就是 啊 就是对于 Local的这种 IP的这种 出机计算 这个 这个对于一个封闭的网络 比如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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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的这个 这个 这边 儿 这种 definitely 这个 这个 真正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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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隧道和感受流量的隧道 以及这两种高级隧道 以及针对这些隧道 最基本的就是静态的方式 把东西下到网络上面去 也可以动态的方式 利用我们原来的TE 和这个新的分段路由的方式 把这个标签下 使得网络能够变得更加灵活 还有针对NV的应用 在网络里面逐步叠加一些 service channel 的支持 这样的一些东西 使得一个眼镜式的网络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起点 基于这个起点 我们可以把网络做起来 能够满足前面两个 软件自动化和最优化的需求 后面的话 这个网络区区可以向ANI的方式发展 比如说 service channel 就是一种ID的工作的方式 当然将来的话 会有更多更多的支持ID的方式 这样的话就是这条路 能够平滑起来 那么提到这个IP的话 实际上这个技术网 它也是跟NV的关联度一样大的 这边举两个起点的例子 第一个就是对于这个 就是像这个Base的这种虚拟化的 它可以在这个Base的NV的 NV的系统里面 类似SN的流表的控制器 然后去控制比较实体的设备 使得我们一个Base的持 还有更多的策略控制 就是通过上面的转件层次 来指挥一个快速的转发体系 能够实现 还有就是在我们这个 在这个就是 我们当把这个就是 基础的转发就是 IP的MPS的转发 和这个就是其他的业务 像防火墙啊 load balance啊 这个PPI 把这个东西分离来控制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 就是这些业务的这个层次 用NV的这种方式来实现 然后这个转发的通过这个 SN的方式来实现 这两者呢 就实现一个这个 就是很好的结合 那么这种结合呢 就可以在这个服务器上面 也可以在这个 这个设备的内置的一些板卡 实现这种就是 这个一体化的一个系统 那么前面像是讲的这个IP网的 就是它的这个 SN的方式 那么下面是OTN的网 那么它的这种关键词呢 就是这个 PCE层次化的这个引进 因为OTN的网络的话 它的这个 就是 你想把它变成这个 ID的网络也是不大可能 因为它 你能控制的也就是这个 就是路径啊 这个Lambda 还有这个 就是里面的这个实系这些东西 当然就是 就是可能加拿来 还可以把波长里面的东西 能够做得更新 但是你怎么的控制 你就这些东西 但这里面要做的就是说 和我们原来的这个 就是PCE的这个系统 和这个加拿来 和这个就是IP系统的这种先键 以及这个对上层的这个 就是软件自动化提供这个能力 逐步实现一种 就是眼镜式的这种网络 那么这个网络呢 就是和这个 这IP的这种网络结合起来 就形成这个 未来的这个 SN网络的一个 就是宏观的一个体系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 就是对于这种 ID网和这个P网 以及这个O网的这种理解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就是在这张图里面画的这些内容呢 就是能够真正 这个是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 一个框架 那么这个图里面 就是能够得到一个 这个实际的这个 实际的这个映射 那么这个映射里面 实际上是包括了 一个东西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 这个我们这个 这个将来的这个设备 设备就是 这个传送的设备 它在我们里面 还是一个重要的这个节点 那么在这个 考虑到这个平滑的时候 我们就 既有一些这个 新的接口 不同的接口 这个就是 也有一些 就是传统的结构 就是 CRR 这个 SMP 这个 这个 还有些扩展的结构 像这个 GPIS 这些扩展的结构 那么从控制器的层次来讲的话 就是 它也是要需要这个就是 从这个单元到玻璃 就是到 就是 层次化的这样一个 一个结构 然后在 控制器它所做的事情 是其中在这个 就是 路径 以及VPN相关的 它最核心的东西 所以还是需要网管 以及这样一个 这个 这个 NV的管理系统的 这样一个写奏 那么NV的管理系统 就对我们这个 就是 相应的NV的这个 这个 提供一个 比较好的这个支撑 那么 基于这样的一个理解 和这个 和这个 就是 一些基础的实践 实践的过程 就是我们 在中心呢 就在这个方面 做了一个相应的 这个 这个工作 因为这个 这个可以理解成 这个 就是 在这个 几个 几个层次上的一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 现在最热的 这个VDC的 VDC的 SN的这个 这个 这个对VDC相应的 这个相应的 这种管理 还包括 就对这个实验网 及 onflow的相应的 系统的管理 那么 还有就是 就是 SDLN的 对OTN的 这个体系统的 这个 那么 那么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块 就是对IP的 就是我们叫IPSDLN的 控制器 另外跟IP相关呢 就是这个 有个这个 就是 一个进展的 这个分支 SPDLN的这种控制器 那么这几个控制器呢 就是在这个 我们在一个统一的 这种 盘性的这种平台中 就是实现 它对各个 各个 各个体系的这种 这个 就是 比较细的 分工的控制 那么这些 这些分工的控制呢 就是在这个 再通过一个协调器呢 就是实现它 有机的 这个协调 这个 给运营商和这个 我们的合作伙伴 提供这个 合作供应的这个 这个花 同时那就是在这个 就是 呃 那么 那么通过这样的 这种情况 我们希望能够和这个 和我们这个 广大的这个 呃 合作伙伴能够实现这个 合作供应 大家一起推动这个 SDN和MV的相关 产业的往前的发展 好 我的分光就到这 谢谢 谢谢 感谢 谢谢大家